hello 大家好 我是迷路 夏天到了 大家是不是已经准备好 要更努力开始运动呢 不过啊 不管你是在健身房 或是在家里运动 炎炎下热门的针 还是会让人很容易想放弃 是时候该穿上短裤 让大腿自由呼吸了吧 今天我们会深入探讨 5种短裤 身体裤 慢跑裤 单车裤 运动短裤 跟紧身短裤 什么样的短裤 显臀 什么样的短裤 可以让你的腿又细又长 还有它们各自适合的运动类型 我还会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平常最常穿 最喜欢的品牌跟款式哦 那话不多说 让我们马上来穿短裤吧 GO 首先 真理裤 真理裤啊就是这种很贴身 然后长度刚好就是包在臀下 这种极短长度 这种就叫真理裤 其实我觉得它的名字很奇怪 就是它是什么真理吗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指真理裤 反正它就叫真理裤啊 然后这种 我对真理裤的印象啊 就是那种很沙的女排球 都是在穿的运动短裤 或者是 日本女生在家里面滚来滚去 会穿的居家短裤 又或者是芭蕾舞者 他们在排练的时候 会穿的这种贴身运动短裤 那我自己对于这种真理裤 最常用的就是我会把它拿来 当作是居家短裤用 我觉得有点 有点运动 但是又有点可爱 又有点性感 所以就很适合在家里面 就是只有你想要 你想要给它看的人看得到 所以这是我觉得最棒的用 那真理裤在身材修饰的部分 我觉得因为它的长度很很短嘛 所以就可以修饰比例 可以让你的腿看起来特别的长 然后因为它的长度刚好包在臀下 我觉得也会让臀部看起来特别的可口 可能偶尔你这样动一下 就可以露出一点点屁股下缘 感觉很性感 真理裤最常见的材质 我觉得是这种棉质 或者是棉质混仿的材质 那这种材质你在运动的时候 它很容易吸汗 但是吸汗之后它又不会很快干 所以就会让你在运动的时候 觉得不是那么的舒服 那也有这种运动材质的真理裤 那它的材质完全就是适合穿去运动 它可以吸湿排汗穿起来很舒服 但是我自己还是不会穿这样子的真理裤 去外面运动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长度就还是卡在臀下嘛 所以我在运动的时候我就会担心很多 比如说屁股露出来了吗 那我今天除毛了吗 那我这个动作大家看得到什么吗 所以我就权衡之下 那我宁愿选择一件 我不用担心那么多 我可以专注在运动上面的短裤类型 那这样的真理裤穿起来对身材的修饰度啊 我觉得跟刚才这种材质的真理裤一样 就是腿会看起来很长 就是你放眼看过去 你会觉得哇这个人怎么整个都是腿 但是因为这种材质它很紧又很短嘛 所以穿起来我觉得会比较在大腿上显得比较有分量 再来是慢跑短裤 又或者我们可以叫它宽松运动短裤 那这一件是MyProtein我在特价的时候 打到快骨折买了一件才300多块 像这种类型的短裤 我们以前体育课一定都有穿过 而且有运动的朋友一定都会准备个好几件 因为它的裤脚设计啊 它是宽松的 所以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完全不会卡动作 而且因为它朗朗嘛所以穿起来很凉很通风 那MyProtein这件啊也是我很喜欢的单层设计 就是它里面没有一件紧身的外面再造一件宽松的 就它单单纯就只有外面宽松的这个布料 穿起来就会特别的凉 那它的腰带啊是松紧的腰带 不过这件我觉得松紧腰带有点太紧了 导致于它里面这个抽绳啊 完全用不到 那它的布料啊就是这种很快干 然后会有漆漆刷刷声音的束干布料 不过这种材质啊就是一直让我觉得有很重的制服感 而且摸起来总是会觉得它硬硬粗粗的 如果你是敏感性肌肤的话可能就不那么适合 那如果你是很在意细致度跟轻肤度的话 我就会推荐你这件Petula的Training Shirt 它的价格大概是2000多块 它的材质啊真的摸起来就是会让你觉得有高级感 而且它做的更轻薄所以会干的更快 那我之所以买这件是因为它的版型是高腰裤 一般这种宽松短裤啊 比较常见的是低腰设计或者是中腰 很少会看到高腰设计 那这一件它完全是正正的高腰 穿起来我觉得运动会更有安全感 而且在腹部这一块的修饰度会更好 最后一个我喜欢这件短裤的点 就是它有两个很深很大的拉链口袋 完全不怕东西喷飞掉了 但如果今天我是要去健身房运动的话 还是不会穿这件短裤 因为它是没有安全裤的单层设计 那如果是一些腿抬高的动作啊 就比较会有走光的风险 那这时候我就会选这件GymShot Speed Short 因为它是有安全裤的内层设计 而且这件比较特别的是它是做短板的 它不是那种像单车裤这种很长的 穿起来会比较热 其实这种宽松短裤通常是比较偏设计 给跑者使用的 所以就很常在这个后面发现一个 像这样子的拉链口袋 不过通常都不大 它主要是让你跑步的时候 可以放一些必要的东西 像是钥匙饮料袋 或者是带一张信用卡 你想要买饮料的时候可以用 手机的话可能就有一点勉强啦 那慢跑短裤啊 因为它的裤脚都是宽松的嘛 所以穿起来对身材的修饰 就是不仅你的腿会看起来特别长 还会特别的显细哦 接下来 篮球裤 篮球裤就是这样又长又宽 所以穿起来没有办法显示女生的身材 也没有什么修饰的效果 穿起来很容易显腿短 而且也凸显不了 比如说你屁股翘啊 屁股圆啊等等的优点 不过这种篮球裤的材质啊 穿起来都很舒适透气 但是也因为它上面的这种洞洞啊 很容易去勾到东西 我会觉得也不适合穿去健身房运动 因为健身房那些器材设备啊 或者是哑铃杠铃 通常是会是粗糙表面 所以就是 看不看啊 接下来是 紧身短裤 又或者很多人可能会叫它健身短裤 它其实就是一件短的legging 从头包到尾 所以我觉得它是 最能够凸显身材的短裤类型 那它也是我觉得 穿着运动贴合度跟舒适度最好的 那它的紧身剪裁啊 就是因为它全部都包得很紧嘛 所以你在运动的时候啊 没有任何部位被遮盖住 所以就更方便检视我们 动作有没有错误 或者是各个发力部 有没有认真参与哦 这类型是我最喜欢的 最常买的短裤 所以有很多样本可以参考 那我今天精选了三款 各有专长的紧身短裤 要推荐给大家 第一件就是 我在虾皮上买的 它的优点啊 就是它的显臀效果很好 你可以穿着它去健身房 拍一系列看起来很厉害的美照 那它的缺点呢 就是它的布料弹性差 所以这个翘臀的scrunch设计 在你深蹲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感觉是 有一个人拿一条绳子 用力的往上拉的那种不适感 那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介绍一件像型具的裤子呢 因为 听好咯 它只要200块 它适合我觉得 刚开始运动的人 你可能不确定你到底 会不会运动那么久 所以你花了200块 买这件裤子 试穿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那如果到最后 你真的半途而废了 至少你也穿着它 拍过很厉害的照片了嘛 第二件是Alphaly的Amplify 这件是我推过N百遍的运动短裤 它的优点啊 就是它的显臀效果非常的好 穿上去可以让你的屁股 看起来非常juicy 而且它的这一条 Sprunch设计是有弹性的 让你站的时候看起来 屁股很厉害 深蹲的时候又不会像一个 瘦型人一样 然后它的材质啊 非常的轻薄透气又舒适 缺点就是它的价格真的贵 一件2000多块 你不能看到喜欢就包色买 那Amplify我觉得适合很在意 运动物它的舒适性 透气度的人 或者是你已经有 规律运动习惯甚至的人 这样的投资就不会显得那么的浪费 第三件是Petula的Bear Pocket Short 这件呢它的优点就是它两边 各有一个又深又宽的口袋 不管你的手机是Plus还是Max 全部都放的进去 而且还可以放的很下面 不怕做动作 手机会喷飞出来 然后Bear系列啊 它最棒的就是这块布料 它是带有点粘感的触感 穿起来就像没穿一样 那它的缺点啊就是这种裸杆的布料 通常收腰收腹的效果 就会比刚才Amplify差一点 接下来是单车裤 单车裤又叫做五分裤 它其实就是长度比较长的紧身短裤 它的长度啊大概都在膝上的位置 所以比较适合不喜欢露太多的女生 或者是不喜欢在运动中大腿内侧的肌肤 一直重复摩擦的人 这时候啊你就可以穿比较长的单车裤 来避免大腿摩擦的不适感 那今天我一样精选的两款单车裤 要推荐给大家 第一件是Gymshot的Flex Cycling Shorts 这一件啊我觉得它的优点 就是它压力感很强 所以收腰收腹的效果很好 而且整体的支撑性啊也比较强 所以适合穿它去做一些高强度支撑的运动类型 那它的缺点是啊因为它的压力感比较重 所以它不是那种你可以很舒服穿一整天的运动短裤 第二件是Women's Best Power系列 这一件啊我觉得它的优点是 它的压力感比较适中 不会太强强到你没有办法穿一整天 也不会太弱弱到完全没有包覆感 那它的布料啊是比较轻薄的布料 适合台湾的天气 即使夏天穿也不会太闷热 而且它这个大腿的这一圈鬆紧带啊 不会挤出大腿的小肉肉哦 好那今天一口气介绍了五种不同类型的运动短裤 你最喜欢哪一种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今天影片提到的所有款式资讯 都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如果有其他问题也可以在留言问我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